最能处的玩具厂老板 这次说的是博主优曲优品 作为一个没有创作瓶颈的玩具厂老板 他会根据评论区的建议 设计生产出各种鲜音梗绒布玩偶 例如专为射控人士设计的舌控抱枕 还有专送智者的鲨鱼蜜蜂 而最近更是设计了一款可穿戴的乌龟壳 说在这里面大概可以隔绝全世界吧 这老板挺肥啊 你再说一遍 给我买冰淇淋去 欠收拾是吧 让你夹到壳里带他吧 救了个大命 上辈子不会整理是王八吧 总之只要你敢想他就真敢做 不得不说这老板是真能处啊 怎么办老板的创作还没到瓶颈 我的钱包好像已经先有瓶颈了 好了记得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